好的 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 《华盛顿邮报》资深副主编魏茂斯 在专访中问蔡英文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总统候选人 柯林顿和川普 哪一位当选对台湾比较好呢 蔡英文回答说 作为一位其他政府的领导人 不方便对美国总统选举做过多的评论 但是她希望 无论是柯林顿和川普 哪一位当选美国总统 都能够和台湾维持现在的关系 并且继续发展台美之间 更紧密互惠的关系 不过共和党全代会 在上个星期通过了党纲 列出对台六项保证 被部分的台湾媒体解读为 投川普就台湾 那么究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 对台湾和中国分别抱持什么样的立场 还上周四发表的接受提名演说当中 又是如何阐述美国优先的理念呢 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蔡德良蔡会长 你比较关注这次美国总统大选 你怎么看这个 川普在党代会上的一些发言 尤其是礼拜四这个接受提名演说 还有这个党代会通过了 刚刚提到非常重要的党纲中 列出了对台六项保证 被台湾解读为是投川普能救台湾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党纲当中说 对于台湾未来的所有问题 必须透过对话还有和平的方式解决 而且需要台湾人民的同意 共和党也承诺 如果中国违反这些原则 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 将帮助台湾自卫 那么究竟这份党纲是谁炒你的 这个跟台湾为什么这么有密切的关系 还有党纲对于川普 究竟有没有一个约束力呢 跟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首先我们讲就是说这个党纲就是党纲 那么有没有约束力 是看人家承不承认可接不接受 所以川普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说他对台湾好 起码他这个以往的那个 历史上来讲 都为总统候选人都提出说台湾友好 但是川普没有 第二个呢就是 这个他历史讲说 美国优先美国优先 在很多事情上都是这样 那么对外交上尤其是让全世界 绝大部分的国家都很感冒 OK 那么我相信其实台湾也不例外 为什么 因为他其实 他并没有说我对台湾要特别好 而相反的他可能在某个程度上 影射了认为说你应该付出代价 台湾在过去几年 美国一直一直强调台湾并没有 付出足够自己付足够的钱来 支持自己的国防来做军购 对美国做军购 讲难听的或简单的就是说 你付的保护费不够 那么这个讲法其实对日本 对韩国对欧盟北约都有关系 所以他这个美国优先呢 是他忘掉了一件事情就是说 大家听你的 你拿到很多好处 可是你没有看到说 你说你付了钱 可是事实上你没有看到说 这些东西你得到 美国人得到多少好处 他没有看到 因为今天假如说他不支持这些国家 这些国家自己发展军备 自己发展军火工业 美国其实会失去很多商机的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 而且川普他本人是一个商人 所以他对这个很多事情的讲话 是case by case 一个交易 我跟你讨论 我跟你协调以后 我有没有赚到钱 有没有好处 没有好处 他就很简单丢出一个杀手键 就是说你要不要 不要不要拉倒 这时候很多国家都受不了 所以到目前为止 很多国家都在搞不清 他的外交的政策是什么 但以很简单的美国优先来看的话 那大家都很感冒 都将就 未来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 是很大很大的问题 感谢蔡德兰会长的这个提醒 那我也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范教授 刚才这个蔡德兰会长提到 这个川普共和党总统候选 他是一个商人 可能看中这个是利益跟一个交易 究竟在外交政策上 对台湾是敌是友 一方面说对台湾要保护 一方面又说要对盟国来收取 保护费 究竟川普对台湾的立场如何 跟我们解析一下 范世平教授 我想大家现在对川普 其实都还是一个疑问 你看他对中共的态度 他基本上的话 他又批评中共 他在这个要参选的演说里面 被中共很严厉的批评 但是他又说 美国意思就是 他不会再走类似欧巴马 这种重返亚洲的政策 甚至他就说韩国日本 你们自己要自食其力 你们要缴保护费 我才愿意帮你们忙 又让这些亚洲国家 好像担心 川普似乎如果说 他要一改 欧巴马的重返亚洲政策的话 那这可能是对中共 是比较有利的 因为等于说 不会再对中共形成包围之势了 所以看不清楚 他到底是 到底未来的中共 对中国的政策是什么 那当然这一次的 这个共和党 这个六项保证 当然对台湾来讲 当然是觉得欢迎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 其实政治有点是现实的 我想这个几十年来 台湾也经历过 这个美国的1949年的时候 也曾经有所谓的这个白皮书 当时对蒋介石政权 这个提出这个白皮书 基本上是放弃了台湾 那我们看到1979年台美断交 所以台湾我想我们很清楚 就是我们今天 我们的价值是什么 我们对美国的价值是什么 那我们如果自己没有实力 那我们对美国来讲 没有价值可言的话 当然很容易是被抛弃掉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提升 我们存在的一个意义 或者我们对美国来讲 它的有什么样的帮助 这可能是我们台湾 必须要去思考的问题 我想台湾是很务实 而且是也是 也曾经被美国抛弃过两次 所以我们也很清楚 所以我觉得 例如台湾现在是美国的 第九大猫野伙伴 这当然是对美国来讲 台美的经贸是很重要的 那基本上来讲 我觉得就是说 台湾在亚太来讲 它是一个可以说是 防治中共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我想它有着重要的 战略的地缘位置 我想对美国来讲 也是重要的 所以台湾的一个 民主的一个成就 我想对美国的价值来讲 也是符合的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从经贸 从军事 从民主这些角度 来增加台湾的含金量 来让美国觉得台湾的重要 我想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提高 自己的一个能量 正能量才对 不是去看 哪一个是哪一个总统来当选 那另外我觉得就是美国的 当然我们知道美国在选举之前 总统当然大概的角色 特别是川普 我觉得他的这个 大家都知道 他的讲话大来咧的 然后有时候 甚至有些急性的演出 但我觉得他当选总统之后 他还是必须要 按照美国 特别是这些强而有力的幕僚 或者这些公务体系 包含像美国亚太政策 他也是攸关美国的利益的 因为今天来讲 如果美国没办法在亚太形成一个 可以说是重要的力量的话 他会影响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一个 一个稳定性 以及他怎么样 他未来在亚太地区经济发展 特别是说他要发展TPP等等 所以他还是有关联性的 不是说美国这个离开了亚洲 可能就就就就就什么都天下太平的 也未必 加上就是美国军方的角色是什么 美国军方的意见是什么 这都是比较专业的 我认为川普他 其实如果他当选 如果他当选的话 当然他还是必须要尊重 这些专业的意见 来作为他的一个亚太政策的支撑 那如果当然是希拉瑞当选的话 我相信他还是会延续 目前欧巴马的这样一个政策 好的 感谢范士平教授 回到华盛顿现场 我们知道蔡会长 您是这个华府亚太公共事务协会的会长 当然历次总统大选 你也都很观察 这个两党的候选人对于台湾中国 还有对亚裔族群的一些政策跟看法 这次我们看到这个党军当中列出了 对台的六项保证 这个听说幕后起草人之一是 过去美国前总统 前泥办公室的这个顾问叶旺辉 他对台湾也非常 Steven Yes 来过我们海峡论坛节目 也对台湾非常的友好 谈谈这个内部的一些运作 究竟当然现在川普的外交政策 大家看不清楚 对台湾中国 最近是离世友也很难分辨 但他身边有没有一些重要的 对亚洲政策 政策的一些智囊人士 包括像叶旺辉这样的人士 帮他逃避一些 叶旺辉先生是 我们是知道他是对台湾很了解的 那么但是你从那个角度来看 他也是担任过这个 副总统前你的这个国安副顾问 所以但是他算是比较保守的 或者算比较这个强硬的 这个美国国安团队 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知道说 美国一直在强调的就是在第一岛链内 在第一岛链内 东海 台海 南海 他必须要保持优势的军事实力 那么这个情况下就是说 在十年前 二十年前这是对的 但是现在我们就讲 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因为什么 中共的势力变得很强了 不管在经济势力 这个军事实力或者国力上来讲 整个都变得很强了 那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你美国的国安单位是坚持不放 那这个东西是冲突必然产生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么那么川普回过来讲 川普来讲 川普本身是很不可测的 很不可测的就是说 像刚才范世平教授讲说 川普选上了以后一定会 跟着公务体系来走 我可以告诉你 现在大家最大的疑问就在这里 因为他也要 其实他在这里 在内政上也要说 他要改革公务体系 他最出名的是什么 FIRE 解雇了 你解雇了 他现在希望在法令上 能够放松 让他可以解雇这些公务人员 他是他 你要知道他的竞选经理被他FIRE调过 所以要知道说 他并不介意完全听你的这些专家学者的 他自己有一套想法 他这套想法事实上是他竞选的时候是成功的 所以认为也可以用在别的地方 所以不要认为说他会follow这个 大家跟着所有的公务体系 未来的这个东西来走 因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很有延续性的 两党一致的这个在台海问题两岸问题上是一致的 但是川普不跟着这个走的 所以这个一点我们要知道他的不可预测性 反过来讲这个Hillary有些政策 可能我们不是很喜欢 但他有延续性你可以可预测 你知道将来要怎么办 可是川普没有这个 所以你要小心他 好的 感谢蔡德兰会长的分析 也提醒一点就是说 就个性来讲的话 可能川普还有一个不可预测性 那就很有趣了 过去常常听说 总统选举的时候 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 大家怎么讲不一定 对中国怎么样的强硬 但是上台之后可能又会有另外一套做法 那么我想请教范士平教授 是我们的确看到川普在他这个竞选过程当中 对中国一些非常强硬的一些措辞 包括他的演说当中 包括党军中也好 提到几点包括了操纵人民币汇率 包括在新疆跟西藏实行文化灭绝 崇拜毛泽东的热潮 还有这个宗教迫害 互联网打压 他强迫堕胎跟强迫绝育等等一连串经常谈这些问题 但是有人就说了上台之后 可能因为他是商人 发现跟中国打交道有好处 可能也会出现法家弯 但是蔡兰兰会长是说 从他个性来看有个不可测性 或许他上台之后会 这种强硬的思想还是会去 可能fire那些不听他的人 你认为他上台之后有可能会走哪条路线呢 范士平教授 所以我想我也赞同蔡先生的观点 就是说他的确那个 从过去来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想象一个 美国总统他是这样一个 让他漂浮不定的 的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我觉得 但是基本上我觉得 就是说在整个中美的关系来讲 我觉得还是维持一个 斗而不破的一个情格格局 应该是 我觉得是大方向是不会太大改变 你说川普上来之后 会不会就忽然跟中国大陆和好了 或者是妥协了 因为我觉得现在中美两个国家 现在主要是因为彼此的这个竞争 越来越激烈 那美国当然除非美国说 我今天我这个 愿意跟中共平起平坐 我愿意跟中共妥协 但是我认为大概 美国的一般的民众 可能不太能够支持这样的一个做法 所以我觉得美国还是希望能够在 特别在亚太这块 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 那这个时候当然他跟中共的这个利益 就会产生对立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战略 如果确定的情况之下 那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 还是会维持一个目前一个竞争的状态 但是你说真的要说要什么中美发生战争 什么我看也未必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中国大陆现在的情况 当然我觉得他现在自己面临的问题 是非常非常多 中国大陆的经济 从1978年 11月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以来 30年的快速增长 目前其实已经开始从增长期 走向成熟期 甚至是衰退期 所以我觉得他的问题其实是非常多的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也不认为他会想要跟美国来硬碰名 其实我们看到从这次的这个南海仲裁 看得出来 其实习近平后来的态度是相对低调的 例如说仲裁案出来之后 第一个他最害怕的是内部的这个所谓的民族主义者上街头 我们看到河北省已经有人冲到麦当劳去了 他害怕的是这些民族主义者 把习近平绑架 然后绑到他跟美国搞一战 这是他不利的 因为他说他现在他的军事武力 还不能够跟美国一战 而且胜算不够大 如果打输的话 那习近平他的这个党内的执政的合法性 都可能都要被迫下台了 所以他不愿意 那你又看到就是说他才是比较消极的态度 例如说他派两个民航机来降落在两个岛礁上 表示什么呢 表示我也表示了一个抗议 但是我不是用战斗机 我表示这个和缓的 另外呢 他才是个海警的演习 不是海军的演习 他表示了一些动作 但是他又不想太过于刺激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他也想维护 目前南海的稳定 以及中美关系的稳定 所以总的来讲 我觉得大格局是不会改变的 好的 谢谢范石瓶教授 今天下半场时间很紧 我很快接听两通电话 接听两位来来 来宾来进行总结 河北的黄先生您好 请讲 河北黄先生 请抓紧时间 不管 不管谁当前 每个在台湾的征冲都不会 都不会松绑 为什么 因为他松绑的 那个美国的西太平洋 防线就破了一个洞 所以他永远不会改变 谢谢 好的 谢谢河北的黄先生 请讲 黄先生 主持人好 来宾好 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唐纳 约翰川普 最具总统像 有帝王之像 川普的个性 就好像约翰维恩 就好像巴顿将军 就好像钢铁大王卡内基 所以我觉得川普有能力 有魄力 让美国继续强大 让美国伟大 能够让美国的中产阶级 重新复苏 好的 我很欣赏他 我投他一票 谢谢河北市的黄先生 我们这边补充 今天谈了很多这个共和党的 总统参选人 候选人川普 下个礼拜我们也会谈 民主党的候选人 这个克林顿的 接下来就请哪位来宾 进行下半场的总结 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蔡会长 是 我们想很简单的讲 就是川普他给人的印象是 一个很简单是 其实不只是美国优先 其实是白人至上 他其实在过去很多言论来讲 他第一个歧视有回教徒 歧视这个少数族裔 那么歧视女性 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 其实他对亚裔 对台湾其实他是不重视的 到时候他是会听这个 一般这个所谓的 我们的国安顾问的这个意见 还是说他会自行判断 因为他总是有一套 他自行判断的能力 他也很有自信的自行判断 所以我们不要在这个时候 认为说我们以过去来讲 就像我刚刚讲的是 美国的这两岸政策 其实很多外交政策 都是有延续性的 不管你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 但是现在问题就出在这里 他不是这个样子的 他有不可预测性 然后他其实 他不只是美国优先 其实他是白人优先 所以你要了解说 他在对外的政策上 他是有时候是完全忽略了你的 所以我们从某个角度来讲 就像刚刚范世平讲说 我们对美国的价值是什么 我今天来讲说 我们台湾对川普的价值是什么 这才是我们要考量的问题 好的 谢谢蔡会长 范世平 范教授 的确吧 的确吧 就说川普的确是在这次可以看得出来 他其实是另一类的一个候选人 那他如果当选之后 我想也恐怕这个不只是国际 美国国内也会面临到很大的挑战 那这个挑战当然我们都要拭目以待 但是我觉得我们台湾呢 还是把我们自己的 这个习近平讲嘛 打铁还需自身硬 把自己的这个 我们自己的条件抬高 来增加台湾的能见度 看看他的价值 我想才是在美中台之间 能够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 台湾虽然很小 但是我们可以扮演关键角色 我想是最重要的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 我们感谢博弈 还有范世平教授 也感谢在华府的蔡德良 蔡会长参加我们的节目 要提醒大家 今天我们谈了很多川普的政纲和政策 但是呢 不代表美国之音的立场 听众、观众和来宾 发表都是他们的个人意见 那么下星期 我们也会针对民主党 总统候选人 赫林顿的这个政策 来进行分析 当然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 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 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 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 并留言评论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那么另外海峡论坛即将在下个月 正式开通我们的脸书直播 请大家告诉大家 也欢迎您未来 利用脸书直播来收看我们的海峡论坛 并加入现场讨论 网址是facebook.com 斜线voachina 如果您对海峡论坛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呢 也欢迎到美国之音的真名论坛 或是我的个人推特上发表看法 网址分别是twitter.com 斜线voachina 以及twitter.com 斜线voadaphne v-o-a-d-a-p-h-n-e 我们期待和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最后的节目是尾声 我是凡东宁 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 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 祝各位听众 观众朋友们晚安 我们海峡论坛下周日 同一时间 与您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